公元979年的一个夜晚 赵光印之子赵德昭自杀身亡 和他的父亲赵光印之子一样 给我们留下了又一个谜团 大宋迷案之皇子自杀遗云 北宋太平新国四年 即公元979年的一个夜晚 赵光印之子赵德昭魂不守舍地 从皇宫回到了自己的府邸 随即趁人不备拿起把水果刀 关上房门自吻而死 赵德昭的死成为了大宋历史上的 又一个彼岸 此时的大宋皇帝 是赵光印的弟弟赵光义 史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 说赵德昭是被他的金书处赵光义逼死的 可是此时距离宋太祖赵光印暴毙 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了 赵光义已经封赵德昭为武功郡王 朝会时位列宰将之上 可以说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是相安无事的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让赵德昭突然自杀了呢 赵德昭的死究竟和赵光义有没有关系呢 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 上海商学院李强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大宋历史黄子自杀疑云 大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光义 经过17年的南征北战 打下了一片大好的江山 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啊 他已经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了 事业有成 有一个广大的领土 然后呢 后继有人 等到他死的这一年 他的大儿子赵德昭 29岁 小儿子赵德芳 18岁 可是就在这个宋太祖最幸福的时刻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辅生竹影之夜之后呢 这个宋太祖突然之间驾崩了 然后呢 当上皇帝的人 不是他的大儿子赵德昭 也不是他的小儿子赵德芳 而是他的弟弟赵光义 不仅如此啊 这个赵光义当上皇帝之后呢 还把他的大侄子赵德昭 终于给逼死了 俗话说得好 苦都不食子 就算德昭 是他的侄子吧 不是亲儿子 可好说歹说也是亲戚啊 你犯得着 非要把这个侄子给逼死吗 赵德昭 在赵光义当了皇帝之后 他必须死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德昭啊 曾经是他叔叔 赵光义的 走上皇位的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 如果不是他叔叔下手快 下手狠 那么大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啊 可能就是赵德昭 而不是赵光义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宋太祖有四个儿子 大儿子赵德秀 老早就去世了 那么赵德昭呢 是他的二儿子 这个时候 这个二儿子赵德昭 就是事实上的皇长子 赵光义为了培养这个长子 将来有机会 接替自己来接管这片大宋江山 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这可以从赵德昭第一次在历史上露面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想 在谦德二年啊 皇子德昭十七岁 他出阁了 注意啊 这里的出阁啊 皇子的出阁 不是指这个皇子要结婚了 他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皇子啊 长大了 不能再给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了 必须搬出皇宫去 然后呢 他的皇帝老爸 给这个皇子 给他一定的职位 让他有一个名分 将来可以参加政府的活动 然后在外面给他一片房子 一片地 让他在外面好好的生活 这叫皇子出阁 那么赵德昭出阁 他的老爸给他一个什么官位呢 贵州防御史 防御史啊 在北宋 这个官并不是特别大 大约相当于一个军分区的司令 但是呢 大家知道 这个贵州防御史 这是一个虚险 在北宋 好多武官 经常他的官衔 后面带着某某州 节度史 某某州防御史 这样的官衔 但实际上 这都是虚险 大部分情况下 不要求这些官员 真的到某某州去工作 那么德昭呢 作为这个华二代 他也当然不会跑到贵州 去当什么军分区司令 那只是一个级别 表示你看 我长大了 我有这个防御史 这个官衔啊 将来政府举办一个什么仪式 或者发发薪水啊 发发补贴啊 什么的 我有一个参照 我是防御史 这个官衔 那么现在看来 这个黄章子 德昭 17岁 在历史上一露面 就是个防御史 官 是不小了 这个待遇挺高 实际上 不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老规矩啊 皇子出阁 搬出皇宫来 那么他的皇帝老爸 通常要封这个皇子为王 要做王爷的 不是去当什么军分区司令员 而是要做亲王的 但是为什么 赵匡印 没有让自己这个儿子 做亲王呢 史书上是这样解释的 尚以德昭为贯 特杀其理 尚以赵匡印 赵匡印啊 因为德昭为贯 贯是什么呢 贯在这里 不是戴帽子的意思啊 而是指成年 古人呢 男子20岁成年 要举行家贯礼 这个时候呢 说明他成熟了 年龄及贯 如果未贯 就是还没有到成年 德昭17岁 当然未贯 那么他的爸爸 因为德昭 才17岁啊 青少年刚刚出头 这小青年 还没有到成年的年龄 不能给他太高的官 以免他撬尾巴 还让他当个军分区司令员 挂名的 先干着 一步一步来 等他成熟了 再给他亲王 史书上是这样解释的 特杀其理 那就是 故意的来降低 德昭的这种待遇 那实际上 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实际上 不是这么回事 赵匡应 对他这个 皇长子啊 这种特殊的安排 安排他做防御史 是出自 他的一番苦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赵德昭 17岁 做了这个防御史 原因是他未贯 没能给他亲王 可是再过三年 他就惯了 他就20岁了 成年了 那按这个逻辑 应该给他当亲王了 但是 宋太祖 还是没有让他当亲王 这正更加说明了 实际上 不是年龄 惯与不惯的 这个因素 而是 别有用心 赵匡应呢 没有给长子封王 是 怕过早的引起 皇位 继承人的争论 因为当时啊 宋朝的内部 并不是很平定 后蜀政权 南唐政权 都是非常强大的 对这个宋朝的稳定 形成威胁 这个时候 一旦 皇族内部 争论起将来 谁能有资格 继承皇位 或者是争论起这些事情 那皇族内部 不稳定 整个政权 要发生问题 所以 趁着 父亲和叔叔 这些父辈 在那里 打天下的时候呢 让自己的儿子 低调一点 趁机 韬光养晦 将来呢 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 来接替父亲 这是 赵匡应 当时的初衷 如果仅仅是这样 把自己的长子 放在低调的位置 去培养 还不会引起 自己弟弟赵光义的记恨 赵光义 还不一定非要 在当了皇帝之后 还要杀掉这个侄子 实际上呢 赵匡应 他对培养自己儿子 有一个一整套的计划 他呢 对这个儿子 低调培养 这个儿子呢 德昭也确实非常低调 根据我对宋氏的翻译 从赵德昭 17岁出阁 到 辅生竹影案 发生的开保九年 赵德昭 29岁 17岁 到29岁 这12年的时间 历史上几乎没有这个德昭的任何消息 可以说 德昭被他的父亲血藏起来了 没动静 可是呢 到了开保九年 这真是一个多世之秋啊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 影响了历史 当然也影响了赵德昭的命运 因为什么 这一年的十月 就是辅生竹影案发生的时间 赵匡应 那么这个我们暂且不说 就是在开保九年初 发生了一件大事 让这个赵德昭呢 突然之间 出现在媒体的焦点之中 一场外事活动 让被血藏了12年的皇子 成为了焦点 也让一心以为皇位在握的赵光义 猛然惊醒 一场你死我活的皇位争主战 拉开了帷幕 请继续关注 大宋米亚这一年 赵德昭已经29岁了 被血藏了12年的赵德昭 得到了一个特别露脸的差事 正是这样一个差事 让赵德昭突然高调亮相 使得当时的宋朝朝义上下 一下子把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个皇子赵德昭身上 也正是这样一件看似无意为止的外交事件 让赵光义注意到了这个强有力的皇位竞争对手的存在 赵德昭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前 这是一件什么事呢 迎接前处入朝 因为这个宋朝啊 他是经过南征北战 平定了很多的割据政权 才逐渐统一的 所以宋朝政府啊 对这些割据政权的领导人 还是比较尊重的 虽然这些割据政权的国主也好 皇帝也好 他们大部分情况是被战争逼迫 被俘虏了 抓到了当时北宋的京城开封 可是呢 他们在开封啊 大都受到了宋太祖的礼遇 要钱有钱 要房有房 现在这个前处啊 也来朝见赵匡胤了 前处他是无约政权的领导人 他这次朝见意义非常重大 为什么呢 这是宋太祖赵匡胤 当权17年来 第一个没有经过战争逼迫 没有使用战争手段 就来主动来朝见赵匡胤的 这样一个割据政权领导人 所以他来了之后呢 朝野上下非常重视 如果按照当时的官职 或者是按照这个外交礼仪接待的这种礼仪 派谁来率先接待 前处呢 派赵光义 比较得体 也是合适的 可是 没想到的是 宋太祖突然之间推出他的儿子 赵德昭 让他的儿子赵德昭 作为大宋政权的这种官方代表去迎接前处入朝 可能有的观众会说了 不就是接待吗 哎 这个事不大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实则不然 为什么呢 因为赵德昭这一下子突然就成了啊 全国上下媒体的焦点 可以说当时的这个新闻 新闻也不发达 如果有小报的话 我想一定会有很多小报记者 哎 一定去挖掘 这个被血藏了12年 这种突然啊 像一颗正台新星一样 燃燃生起的皇子 要去报道一下 去描述一下这个年轻有为的皇子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 在这么拉风的事情面前 赵光义彻底出局了 啊 他被冷落了 所以说 在赵德昭和前处啊 在那里这个推杯换载啊 欢歌笑语的时候 赵光义一定恨得压根痒痒 因为是他的大侄子 而不是他代表了宋政府 首先接受了来自这种大藩的质疑 这让实时以皇处自居的 赵光义很不自在 另外还有一件事 就在这种 接前处入朝 发生不久 各八月的时间 又发生了一件事 把这个赵光义的杀心 彻底的记起来 可以说 这件事发生之后 赵光义就下了决心了 大侄子 不杀 不行 坚决不能留 那这是一件什么事呢 迁都风波 开保九年啊 三月 宋太祖啊 要借到洛阳去祭祀天地的集会 提出 把这个都城 从开封 迁到洛阳 当时的理由是什么呢 那么 史书上是说 宋太祖 乐其土风 就是喜欢洛阳的 风土人情 一个重要原因 宋太祖是生在洛阳的 再加上洛阳了 自古以来 他就是一个都城 而且资格比开封 更老一些 所以呢 宋太祖希望 把都城迁到洛阳 当时啊 开封服役 就是赵光义 赵光义在开封经营十几年 开封上上下下 全是他的人 但是你把这个都城 一下迁到洛阳 迁到洛阳 你要建立新的洛阳管理机构啊 建立新的首都的这种领导班子啊 那对谁有利 对 皇子得招有利 那他可以在这个新的大洗牌过程当中 获得更多的利益 那对赵光义 是不利的 这件事 可以说让他的弟弟赵光义 大惊失色 为什么 这样一来啊 如果这个都迁城了 赵光义啊 他在开封 已经运作十几年了 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人嘛 这但凡把这个都城迁走 那就相当于自己这个开封府尹 没用了 但是 赵光义老谋深算 他知道 只要坚决阻止 宋太祖迁都 那他还能先遇翻身 只要他迁不成都 一切都是白费 那么他就动用自己的各种资源 去劝说 去反对迁都 然后呢 史上记载啊 这个迁都派 反迁都派之间的争论 当这两派僵持不下的时候 赵光义亲自跳降出来 和他的哥哥宋太祖 摊牌 这个都不能签 绝不能签 兄弟俩甚至闹得不欢而散 宋太祖啊 虽然替自己的儿子啊 这条路铺的好好的 但是这个人呢 他心里毕竟不是那么狠毒 他没有下决心 真的就要把弟弟赵光义干掉 所以看到弟弟如此反对迁都 他呢 也就不好过多的坚持 最后他自己拖拖拉拉的 在洛阳啊 住了四十多间 才万分不情愿的又回到台风 可以说这个啊 他的迁都计划彻底泡汤了 那么这个事情虽然泡汤 可是呢 让这个赵德昭一下子陷入危险的境地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父亲要培植他做接班人的这个意图 暴露无遗 而赵光义也发现了自己啊 皇储的地位 危险 所以从这个洛阳回来半年时间 复生主隐发生了 开保九年十月 宋太祖驾崩 赵光义当上皇帝后 作为皇位竞争者的赵德昭就显得格外的刺眼 赵光义是不可能容下他这个侄子的 那么他会怎么做呢 请继续关注大宋迷案 俯生主隐之后 赵光义当了皇帝 成了大宋第二任皇帝 而皇子赵德昭却竹篮打水 一场空 什么也没落赵 而且不仅如此 他本人也因为曾经是现任皇帝的竞争者 他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 也因为赵光义的登基 本就疑点重重 争议不断 因此赵德昭的存在 对赵光义来说 就显得格外的刺眼 在中国历史上 这个我们儒家是非常强调亲情关系的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皇族间的亲情 一旦遭遇这种权力之争 亲和之间就变得恃若扣愁 可以说这个赵德昭 作为赵光义皇位的一个 最大的竞争人 他没有竞争过赵光义 赵光义当了皇帝 那么按照冯剑王朝这种惯例 早也是一刀 晚也是一刀 赵德昭必须死 但是虽然是这样 可是赵光义他总不能一上台 就磨刀祸祸 把这个侄子杀掉 他不能这样干 特别是呢 他一上台是通过俯身主颖这种方式 不是很正当的 一些老臣老将都怀疑他 你怎么上的台啊 在这种情况下 赵光义更不敢轻举妄动 不仅不敢轻举妄动 他还表现的对自己的侄子啊 非常的喜爱 非常的尊重 他给德昭升了官 而且呢 给德昭啊 封了郡王 不过 你不要看着 这个皇帝啊 对这个昔日的竞争者 对他好 对他封王 你就觉得赵光义胸怀非常宽广 实际上笑里藏刀 赵光义时时刻刻的想找机会 把他这个大侄子干掉 但是啊 一开始机会没有 好在过了不久呢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可以让赵光义把他的侄子干掉呢 和一场战争有关 这是一场什么战争呢 凭北汉的战争 大家知道 等到宋太祖统治的晚期 整个的宋朝境内啊 只剩下一个割据政权 不听话 北汉 宋太祖呢 曾经和北汉啊 开了几仗 但是没有拿下 这是宋太祖统一宋朝 统一静昧 留下的一个小尾巴 这个小尾巴 哎 倒是给赵光义提供机会啊 如果哥哥把所有的仗都打完了 赵光义没仗可打了 怎么能显示出他的价值呢 赵光义啊 决定 这个虽然自己当了皇帝了 可是呢 朝野上下 总有那些怀疑的目光 觉得当皇帝当的不对啊 当的不合法 总有一些啊 秘密讨论的声音 怎么办 统治者最好的办法是 转移啊 这些老百姓的注意力 发动战争 去平定北汉 那么也 也是非常巧了 也可能是由于前面 宋太祖和北汉打了几仗 这个量变量变 也快发生质变了 总而言之 赵光义一冲马啊 这个大军御驾亲征 大军海水般的 洒向这个北汉 就陷在太原一带了 很快 把北汉给拿下 这一来了 赵光义啊 就非常的膨胀 他突然觉得 哎呀 这个老哥 费了好多劲 都没拿下的这个北汉 自己一出手就解决了 那说明 我这个军事能力 比老哥还强啊 所以人啊 有一个啊 这个性格上的弱点 人性的弱点 是什么呢 叫不足则夸 自己哪一块 越不行 他越不想让人家知道 他越要夸一夸啊 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啊 实际上 赵光义啊 打仗不行 他呢 搞文化还可以 他并不是一个将才 他比他的哥哥 赵光义差远了 可是他毕竟凑巧了 把北汉给灭了 这一灭不要紧 他膨胀的不得了 哎呀 现在放眼望过去 整个的宋朝 没有一个格局政权了 全都统一了 自己想打仗 找不着对手了 这简直自己有点啊 独孤求败的这种味道 怎么办 没有人可打了 不是说 当时一个辽国 然后辽国侵占了 中原的燕云十六州吗 我干脆和辽国开仗吧 顺便啊 把这个燕云十六州的问题解决 大家知道 燕云十六州呢 就是当年后进的 这个儿皇帝石敬堂 割让给辽国的 那么这件事 一直是压在中原人民 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每个皇帝总想 把这燕云十六州拿回来 那赵光义现在觉得 自己不得了 军事奇才 要去和辽国打一仗 所以赵光义在这个 平了北汉 军队没有修整的情况下 直接向辽国宣战 和辽国打汗了 结果这打不要紧 辽国毕竟是当时的军事大国 这一开战呢 一下子把这个宋军 打得落花流水 那么御驾亲近的赵光义 带着一支部队去冲击辽军 结果冲击不成 反而被打散了 身边的这种卫队 也被打了一个一个都走势了 要么逃跑了 要么死掉了 赵光义骑着这颗马 拼命的逃窜 后边辽军在后边追啊追啊追 这个时候呢 赵光义呢 屁股上被辽军射了两箭 身负重伤 然后呢 他这个坐骑啊 跑不动了 累得不行了 然后身边没有一个卫士 没有一个宋兵保护他 而后边呢 这个辽国的军队 朝水般的追过来 眼看着这个大宋的皇帝 就要壮烈牺牲了 那么这一头 我们先放下 讲下一头 赵光义作为宋军的主帅 他被辽军打跑了 都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那这个宋军有大本营啊 这大本营的这些将军啊 他一下就没有主张了 因为我们的主帅 我们的皇帝不见了 等到天黑啊 这个被打散的宋军 陆陆续续的回到这个大本营 但是大本营的这宋军将领啊 就等啊 判啊 这皇帝哪去了呢 然后过来一会儿 宋兵甲回来了 然后这个交你们问 见到我们的皇帝了吗 宋军家说 没有见到 再过一段时间 宋军仪又跑回大本营了 那么将你们再问 见到我们的皇帝了吗 还说 没见到 一份宋太宗的合法继位遗诏 为何在他继位五六年后 才公布于天下 这份太后的遗诏 又为什么会引来如此多的质疑之声 大宋迷案之真假难辨的金贵之盟 如果宋太宗赵光义就这么死了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 应该就不是这个样了 宋太宗失踪了 对于军中的将领们来说 国不可一日无主 军不可一日无帅 眼下也只有赵德昭能接替这个主帅的位置 如果不是宋太宗后来又回到了军中 在皇位争夺中失利的赵德昭可以说又拿回了自己应得的东西 可是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机遇 就把赵德昭推向了一条不归路 那么这个时候 赵光义到底在哪呢 他正趴在一辆旅车上 继续逃跑 哪来的旅车呢 原来不是刚才说 他又身负重伤 马也累得跑不动了 然后追兵也上来了 眼看着赵光义就要赵德昭牲了 那这个时候正是叫天天不鹰叫地地不灵的时候 那么来了一支宋军的后勤保障部队 运粮式的 这后勤保障部队虽然说人数不多 战斗力也有限 但毕竟他是一个省力军啊 他突然之间出现 那么加入战斗 把这个赵光义保下来 因为赵光义屁股不是被射了两件吗 没法骑马 然后赶紧整了一辆运粮式的旅车 让赵光义趴在旅车上 然后再拼命的逃窜 说起这两只剑 这两件的剑伤 最后还真的是让赵光义为此送了命 这次宋辽之战 不仅是赵光义最糗的一仗 而且是他最终送了性命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没有这个医疗条件 大概这个运粮队里没有占据医生 所以伤口没处理好 以后赵光义回到京城 每年伤口都要复发一次 每年复发一次 最后十几年后终于死在这个剑伤之上 那这个我们就不说 当时没有这个什么通讯 有效的通讯手段 没有定位系统 那这个宋军的这将领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这个 皇帝到底跑哪去了 他们想 总归可能是什么两个可能吧 第一 壮烈牺牲了 逊国了 第二 这个皇帝被俘虏了 成了阶下丘了 不管哪种可能吧 宋军等不得呀 可以说这个军中不可一日无帅 朝中不可一日无主 那怎么办 选一个新的领导人呗 选谁 眼下就有一个皇子赵德昭 几个军事将领一商量 觉得应该把赵德昭推举出来 做新的主帅 赵德昭这个人呢 是个实在人 没多少心思 人家这样一推举他 他就答应了 他就不知道去确认一下 叔叔到底是失踪了 还是牺牲了 没确认 他就当上了这个临时主帅 可是这个主帅的位置 没坐完 没有坐热 第二天一早 那么赵光义坐着旅车 自摇自摇的就回来了 这一回来事情就尴尬了 赵德昭 这个刚当了几小时的主帅 没想到叔叔又突然间回来了 更令这个赵光义生气的是 没想到这个军中 居然还有人支持他的侄子 所以他很生气 然后宋军整个是失败了吗 然后班师回朝 回朝之后呢 这个赵光义就一恨恨的 对这个事一直不能释怀 他恨他的侄子 他恨军中的那些将士 他就有意的把一件事给耽误 什么事呢 奖金 虽然宋辽之战失败了 可是呢 宋军平北汉却是胜利了 你打了胜仗应该发奖金啊 但是这个赵光义不发 不提 老板装糊涂 员工干照题 然后呢 几个穷疯了的 我想大概是穷疯了的军官 等不及了 就私下里去找这个德昭 就对德昭说 你看看 我们凭这个北汉 费了这么大力气 你看你是不是找你叔叔 说一说 把这个奖金给我们兑现了 得了 赵德昭啊 真是个好人呢 就去找了赵光义 转达了军中将士的这种 希望老早发钱 那这个赵光义正在那气不打一处来呢 看到这个德昭来 还是提这个 为这些军队的将士来谋福利 他非常生气 他就说了一句 代如自为之 赏位完也 什么意思啊 赏什么赏 你自己当皇帝 你去赏他们不就得了吗 哎呀 这句话 很伤人啊 很伤人 反映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说明这个赵光义啊 时时刻刻担心他这个侄子 抢他的皇位 赵光义一直以来 对这个侄子都有一种近似神经质的这种防备 所以这句话暴露了他内心的这种想法 第二个方面呢 这句话就像一把利刀啊 抛给了这个赵德昭 大家知道啊 在封建王朝时代 皇帝最恨什么 最恨 别人 又做皇帝的心 儿子也不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 这个皇帝说 某某某 那谁是谁 他想做皇帝了 对那个人来说 这是最严厉的指控 搁到谁身上 谁也受不了 这个赵德昭 在这个叔叔骂了他之后 他就回到家里 死了 为什么我说他死了呢 因为根据史料记载 他的死因是不同的 当时的官方史书 公布的原因是什么呢 公布的原因是这样 赵德昭 皇子 他喜欢吃肉 吃肥肉 然后他回家 吃肥肉 噎死了 但是 这个史书啊 说得太儿戏 北宋人自己 都不相信 那么 接下来司马光 在他的树水基纹里 就写到是这样的 赵德昭 悲愤不宜 那么回到家里 到处找刀 找不着 看到一个宫女手中 有水果刀 要过来 用水果刀 自己把自己杀掉了 那么 司马光这个说法呢 相对来说 更可信一些 所以宋人更相信 司马光的说法 那么南宋史学家李涛 在他的续资质通鉴长边里 就采纳了司马光的这种说法 那么 在传统的经济曲目里啊 有一出戏叫 《贺后霸电》 这出戏是四大名诞之一 陈彦秋的 拿手好戏 这出戏的剧情是这样的 赵德昭 突然发现 他的父亲死了之后 他的叔叔当了皇帝 他心中不平 去找叔叔 找说法 然后 叔侄之间啊 言语不合 发生争执 赵光业就命令啊 这旁边人 把这个赵德昭给杀掉 推出去 这个时候 满朝文武 没有人替赵德昭说法 赵德昭又气又急 那么当场 在叔叔面前 在金鸾殿上啊 碰死在这个柱子上 所以说 《贺后霸电》 这出戏啊 这个事儿 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 因为《贺后啊》 是宋太祖第一个妻子 他死的时候 宋太祖还没当皇帝呢 等到赵光业当了皇帝 十八九年的时间过去了 所以《贺后啊》 他不可能去骂赵光业 两个人 差了十八九年呢 不在同一个 不在同一个事件里 没法骂 但是《贺后》骂电这出戏 说这个赵德昭 是碰死的 是被叔叔逼死的 这确实有着历史被抖 所以啊 不管是史书上说的 吃肥肉噎死的 还是这个史学家说的 用这个水果刀自杀的 还是戏剧里说的 德昭是碰柱子碰死的 总而言之 赵光业 应该为赵德昭的死 负全责 这就是最大的历史真相 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